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文第一行 请看第三十六页 初起本月为众生故 辟洪世凯 教化一切有情 解发信心 修菩提行 行普弦道 随身踏放世界 永离卧去 和要说法 和要听法 和信神族随意休息 无不圆满 若不而知不去证据 这一院 在前面 前一次 跟诸位 报告过 但是 意思 还没有讲进 这一院 非常重要 而且 求援 往生的 这些大德当中 法 教化众生 这个大院的人 比例 非常之多 不但 在我们这个世界 厌于所谓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我们 就会联想到 虚空法界 无量无边 祝福 察图 有这个心愿的人 一定 不在少数 尤其 我们遇到 众生 遭受 大苦 大难的时候 越是觉得 帮助众生 有迫切的 必要 可是 我们要记住 如果 我们要 不求往生 在这个世间 行菩萨道 我们 反复不行 最低限度 要证得 四国罗汉以上 为什么呢 你见识烦恼断 你在六道里面 可以 不为境界所转 你能得自在 这行 如果没有 没有证得 阿罗汉过 纵然 见或断了 死或 未断 换一句话说 你心里面 贪嗔痴慢 没断 你就很难 应付 外境当中的 名利的诱惑 无欲六成的 诱惑 那么你经不起 诱惑 你依旧是堕落 这个厉害 不能不知道 今天下午 我们晚餐之后 在二楼 客厅里面 郭大帝 古教授 我们几个人在谈起 宋明 这些领学家 谈到朱喜 朱父子 这个是宋朝 著名的学者 他学佛 排斥佛教 这几个人 就谈到了 为什么学佛 又要排斥佛教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还是在 妄想分别 执着放不下 这就是谈到了 如是道三家 理论 理论 是相同的 但是 用功的方法 不相同 修学的目的 不相同 做学问 基本的态度 相同 我今天 跟大家说了 都是求觉悟 儒家 将悟信 道家 也叫人开悟 佛家 叫人 大扯大悟 这些地方 看起来好像相同 但是 误入的程度 有情深差别 不相同 那么为什么 儒家学佛 而排斥佛教 古时候 薛如最大的光荣 死了以后 他的神主牌位 可以供奉在孔庙里面 陪似 这是无比的荣耀 所以 如学佛 而排佛 目的是死后 神主位 可以送到孔庙里面 供养 如果是学佛 那就不行了 这个 孔庙里就不供养他了 还不是分别执着 没有放下 所以 佛家的开悟 主要相当 这个是在功夫 境界上不相同 佛家是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这相 佛要达到这个标准 儒根道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他们还有我 有我人是非也 贪嗔吃慢 没断 当然 像 孔子 孟子 那个境界就高了 他们 悟得就比较深 比较广 所以如也有大如 有小如 正如同我们佛教 有小尘 有大尘 有声闻 有圆觉 有菩萨 每一个阶层 境界都不相同 佛法教学的目的 要叫人 误入相当的一个层次 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这个在佛法里面讲 正小果 这个不是大的果报 小果报 小果报的水平 是超越六道轮回 如跟道 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道升天 他们的目的 是要做天神 做神仙 目的在此地 没有离开流道 所以 原理原则非常接近 用功的方法也很接近 可是误入的层次 有浅身光辖不同 所以它的果正就有差别了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再想想自己 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能力 断剑四反倒 有没有能力 真正破了四象四界 精刚经常讲的 无我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我们有没有做到 果然做到 果然做到了 行 不求生净土 也能够 生生世世 在这个世间 行菩萨道 假如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就要特别提高 警觉 要知道 尽是烦恼不断 决定轮回 只要轮回 决定有各阴之谜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这生的人生 过去生中的事情 忘得干干净净 这叫各阴之谜 前世的事情 都不能记得了 前世所修学的 也都忘干净了 这一生 要想来学佛 从头来起 你看我们这一生 不是从头来起吗 这个事情难啊 真难啊 学道的人很多 退道心的人多 成就的人不多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总在一个缘缘分上 山岛道大师讲得好啊 他是给我们讲 观经啊 九品往生 总在乎缘 缘缘不同啊 他这一句话 我们把它引申来说 每个人的机会 机遇不相同 你的人生 你能不能遇到真正善知识 善知识 一个人不行啊 首先是什么呢 父母是善知识 父母 爱护子女 要好好的教导她 要好好的教导她 不可以溺爱啊 要教她名利啊 教她懂事啊 我们看看 现代这个社会 几个做父母的 能好好的 如理如法的 教导她的 儿女的 这个问题严重了 如果不能好好的 教她的 小孩 那就是圣人所说的 养不教父之过 父母的过失 你养她 你没有教她 现在这个世间 我们也不能够 这辈做父母的 为什么呢 他本身 就没有接受过 圣义贤的教诲 他的父母 没教她 真是 世尊在无量寿经上 所说的 心人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属无怪也 你怎么能再怪她 这是我们今天 世界大乱 原因之由来 没人教啊 古时候 一个世纪之前 做父母的 还会教 我这个年龄 小时候 父母还教我们 我们懂得一点道理 懂得 尊敬长辈 尊敬老师 这是家教 家教是根啊 老师教导是本啊 你有根有本啊 所以为什么 卢跟佛 道家也不例外 教我们什么 孝亲 尊死 你能孝亲 你的学问 你的德行 就有根了 你能够亲近 明思 亲近善知识 你的德行 学问 就有本 只要有根本 知业花果 自然就茂盛了 那我们看看 先前这个社会 中国外国 根于本没有了 这个问题严重啊 不懂得 小羊子 我们今天提倡孝道 年轻人听了 听不进去啊 不能接受 他说我们这是怪论的 妞论的 不获时代 落伍了 你是这个问题多严重 孝道没有 他怎么会懂得 尊死忠道 思道自然 就消失了 今天 学校虽然都 学校要说的不好听的话 学店 开店 生意买卖 老师在贩卖知识 学生交求费 来买我的知识 你看印的书 版权所有翻印必旧 这不是生意买卖吗 我从前也教过五年书 我们一些教授 聊天 闲聊天的时候 到这来教授 是来拿终点费的 学生到学校来是什么 学生到学校来是要拿毕业证书的 过人有过人的目的 老师的目的是要钱 学生的目的是要文凭 老师钱得到了 那文凭学生得到了 没事了 这生意买卖就交成了 跟古时候不一样 古时候是道传道 不是生意买卖 老师教学 绝不需求供养 供养是学生对老师 应尽的义务 随分 没有一定要求多少 随你家庭环境 你家庭富有 多供养一点 家庭贫困 少供养一点 非常贫困的人 老师不但不收供养 还要周济学生 帮助学生家庭生活 从前是私道 现在没有了 现在整个世界 上下交真力 这个世界 危险 所以外国的宗教家 预言家都常常讲 这个世界末 恐怕是 是这个世界末日 要降临 我们对这些话 当然不能完全相信 但是 看看现前的社会 想想这些话 也不无道理 佛家讲因果 众善因 则得善苦 如果所有众生 心形都不善 那么 握抱 你一定不能够避免 天在人后 我们从因果上看 从 圣贤人所说的理论上 来推测 大臣经常说 静随心转 一切法 从心想散 这很有道理 于是 我们越想 对前途 越可怕 如何 帮助自己 如何 帮助社会 帮助一切 众生 消除这个灾难 还是靠教育 除了教育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这是一个 非常 隐俗的问题 我在讲经 讲了不少次了 这个问题 政治不能解决 军事武力 也不能解决 经济科技 这是我们现前 深深体会到的 带来的是负面作用 还是不能解决 所以 事出世界 这些大神大邪 我们看看 每一个宗教的创教人 都是圣贤人 他们不搞政治 不搞军事 也不搞科技 也不搞经济 他搞什么 搞教育 这个教育 我们今天把它称之为 宗教教育 他晓得 只有宗教教育 才能解决问题 可是 自古以来 宗教也传了几千年了 印度教的历史最大 现在世间人肯定 承认他 他的历史 有八千五百年 所以我们九个宗教 排在一起 为什么把它排在第一了 它历史最久啊 第二个 犹太教 四千多年历史 拜佛教 有三千多年历史 佛教排在第四 传承的时间 这么长 免不了这里面的 有无错 有错误的地方 所以 欲传 欲误 于是 宗教逐渐逐渐 贬值了 它原本是教育 是一种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每个宗教都是如此 我看他们的经典 那是多能够相通啊 但是 传了这么多年呢 大家把教育忘掉了 流传在 民间是什么呢 宗教的仪式 于是乎就变成迷信了 本来不是迷信 本来是智慧的教学 从前我的老师教我 那个时候 谈这个佛经秩序 他说佛教 是真实的智慧 高度的艺术生活 修学活法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被这几句话 拉到佛门里来了 所以我读经 我讲经 果然不错 老师所讲的话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确确确实实 佛法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是真实高度的艺术生活 我们享受到了 那再看看其他宗教 是不是呢 是 跟佛教没有两样 我们今天 在新加坡 宗教的 这个门槛 我们跨过了 那框架了 脱破了 九个宗教 常常在一起聚会 一个月 至少有三次到四次的聚会 所以我们很熟 好朋友了 一家人了 但是这是 这是人情啊 其中矛盾 能不能消除呢 很难 矛盾要如何消除呢 要在教理 教义上沟通 这个问题 再真正解除 恢复到 多元文化社会的教育 这个对社会 对国家 对世界 对众生 有真实的贡献 这是祝福众生 创教的本意 这个是大慈大悲 真实爱心的流露 所以 居士林 李牧原居士 在带领着 今天跟大家宣布了 六月份开始 我们这个讲堂 每一个星期天 邀请九大宗教 轮流到这边来讲经 讲他们的经 目的何在呢 目的我们要融通 各个宗教的教义 教理 那才叫真正是一家了 为一切众生造福 我们在理论上的误会 各个完全打破 真正能够达到 和目相处 平等对待 我们学习他的经典 他们也学习我们的经典 其实他们学习我们的经典 早已经开始了 我们应当认真努力 学他们的经典 所以 为一切众生 发大事愿 留在这个世界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这个愿伟大了 这个愿祝佛如来 独三叹 我们发这个愿 一定要皈依阿弥陀佛 要求生净土 为什么 能够获得 阿弥陀佛本愿 微神的加持 我们在六道 尤其是在卧道里面 我们才不会迷惑 我们才不会迷惑 与一切众生 活光同尘 而不迷 这个才是功夫 才是本思 这就是说明 说法度身的菩萨 为什么一定要发愿 求生净土 道理 这次的呀 你看愿文上讲的 教化 一切有情 你们想想这一句 是不是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 一切里面没有分别 多分过土啊 这个过土 范围很大 是祝福的过土 西方世界 那个地方往生去的人 来自 设防一切祝福 叉土 所以非常非常复杂 无量无边祝福世界里面的人 那个里面的佛菩萨都劝大家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老世界 过土多 主类就更多 行识不相同 生活方式不相同 意识形态不相同 宗教信仰不相同 一切都包括了 阿弥陀佛与祝福如来 平等 普度 一切众生 这里面 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知识 平等 对待 为什么要平等 对待一切众生 中国古人 有两句话说得很好 本是同 根深 这个话说得好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本是同根深 根是什么 根是真心 根是本心 华言经上 佛告诉我们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从哪来的 为心所信 这是根 为事所变 那是本 佛把这个大根大本找到了 所以才平等 对待一切众生 平等的标准 跟自己一样 怎么对待自己 就怎样对待一切众生 决定没有差别 所以经上常讲 僧佛不二 僧是众生 佛是祝福 众生跟祝福 没有两样 这个必须 彻底了解四世真相 真正找到根本 才会有这种理念 才会有这种想法 有这个想法 才会有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的做法 这是我们看到的 教化 一切又切 这个教化 就是佛物 诸佛菩萨 真正拯救的 事先在这个世界 选择哪一个行业 选择教学 这个教学 义务的教学 不求学生回报的教学 这真正之伟大 教学的方法读 昨天诸林寺的道场开幕 观世音菩萨圣相 开广典礼 许多同学都参加了 这几天 他们做华音法会 念华音经 很好 我们知道 观音菩萨有三部经 观音三经 第一部经 就是在华音经里面 善才童子无事三餐 参访观世音菩萨 你看观音菩萨 对善才童子的教导 说道 说道 众生 根性不相同 应于什么身得度 菩萨就信什么样的身 我们从这个地方联想到 观音菩萨 随类化身 故佛如来 当然不例外 所以佛菩萨 有没有身相 给主说没有 没有身相 才能随类化身 怎么晓得 他没有身相 金刚经上说的 若菩萨 有 魔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那不是菩萨 那菩萨是假菩萨 不是真菩萨 真菩萨一定 无魔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他无相 无相才能够 随众生的 要遇现相 他什么相都能现 随类化身 这是经典上讲的 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印 三十二印是 随类化身 于是 我们对于 这个世间 所有宗教的疑惑 就破除了 应以 基督神 度化者 那观音菩萨 不就是 现 基督神 而未说法吗 那我们今天 看到基督 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老是化身的 见到穆斯林里面的阿宏 因以阿宏生 得度这 基心阿宏生 而未说法 我们看到阿宏 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老人家实现的 这个疑惑就 就结束了吗 随类化身 应急说法了 我们对于 所有宗教的 平等心 先切 恭敬 先切 知道 他们所供奉的神 他们的传教师 他们的经典 跟佛经里面 所讲的三宝 没有两样 他们也是三宝 所以理上要不贯通 世上就有矛盾了 就会有障碍 理上通达 世上障碍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要促进宗教教学 宗教要在理论 教理 教义上的沟通 互相学习 才真正能普度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破密开悟 历苦的路 绝对不会造成宗教战争 宗教要发生战争 天然大的笑话 那绝不是神的意思 宗教发生战争是人的意思 不是神的意思 所以事实真相 我们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才知道 在现前 这个社会 灾难频繁 我们应当要怎么做法 应当要从哪里下手 要联合所有不同的宗教 传教死 我跟他们往来 我趁他们 神圣地化身 上帝的形象 我们佛门四中弟子 是祝佛如来 菩萨的化身 祝佛如来 菩萨的形象 我们一定要落实 学为人死 行为示范 自己才能得度 才能帮助社会 帮助众生 消灾灭难 所以 教学的方法 无量无别 宗旨 只有一刻 方法就太多太多了 佛家讲 无量法门 这个无量法门 把所有宗教的教学 都包括在其中 方法不同 教学的目标 一定相同 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了 三个目标 第一个 初级的 借发信心 姓什么呢 姓道 道是什么呢 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孝道 思道 这不但是人道啊 是神圣 是祝福如来 大道的根基 我们要相信啊 这个地方要不相信 那就说古人所讲的 你修的善法再多 都是虚假的 都不是真实的 绝对不能成就你的对心 为什么呢 你没有根 没有本 孝道是根 思道是本 要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 要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 不忠不孝 被死刑道 他的善行再多 真的像花瓶里面开的花一样 看起来很美 年三天就凋谢了 哭死了 没有根 所以真正想修 一定要从根本修 头一个要在根本上建立信心 佛师四道 孝道 孝道是老师教导我们 我们才明了孝道 没有老师的教诲 我们怎么懂得孝 不可能的 学生如何懂得 孝实懂得 父母教 所以我刚才讲的 我们在六道里的人生 要想继续 从事于 红发立身的工作 你第一个云 第一个善知识 是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 要能够真正教导你 尊死忠道 你父母会给你选择好老师 你懂得尊死忠道 好老师一定教你孝养父母 于是 你的学问德行的根 炸下去了 你这一生就有成就大德的可能 但是今天的社会很麻烦 父母没有教你尊死忠道 学校老师也不提孝顺父母 你说这怎么得了 所以今天挽救世界的捷运 除了我们要依靠宗教传教师之外 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宗教教育不能够恢复 世间灾难必然会险起 此次的讲 解发信心 这信心两个字里面 深广无际 最根本的 就是孝道跟四道 这两个是最根本 这两个是真正的相根 真实相根 无他无臣无痴 是从这两个根本里面 发生出来 为什么 我们如果还有贪嗔痴 还有是非人物 就是不孝 就是不敬 孝亲尊私的人 决定是淡化了是非人物 放下贪嗔痴慢 所有一切善法 都从这生了 这叫善根 究竟圆满的信心 是对诸佛如来的教诲 诸佛如来 他们真正把宇宙人生的根源 找到了 释出世界一切法 真实的明了 真实的明了 他怎么会明了的 他的方法 总缘则上 就是这样的缠定 甚深深沉定 把空间的唯次突破 所以四十真相 才看到 看到是一个根 一个门里面 发生出来 这个根本 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说的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他看到这个了 静虚空变法界 所有一切众生 都是心心事变 对于佛的教诲 身心不宜 采取佛教导 我们修学的原则 成定 盘腿面鼻 是修禅定的一种方法 佛家讲 八万四千法门 那是八万四千法门里头一门 我们采取的哪一门呢 我们采取的是念佛法门 用至齿名号的方法 达到甚深禅定 我们要突破 时空地维持 佛给我们讲这个话 我们要亲自去证明 是不是心与心事变 要等着自己去证明 你证得了 你才叫正道 叫成道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